太阳内部核融合的反应速率相当稳定 足以持续提供地球100亿年的能源需求 根据研究影响核融合反应速率的主要作用力 跟什么有关呢 这就很重要 跟中子衰变成直子 当然中子衰变成直子 它会同时我们讲的倍达衰变 它会怎么样 放出一个电子 还有一个广为中子的例子 就是一种电中性的例子 这是属于同一种基本交互作用 问你由此可知 下列何者影响核融合反应速率的主要作用力是什么 我们刚刚讲的中子衰变的变成直子 那个力就是我们四个基本力的弱力 所以贝达衰变 中子放出电子这个衰变 其实它是属于弱力的作用的 了解意思 当然最产生也会产生更大的原子 我们讲更大的原子是什么呢 是它以原子去低 直子数目是比较大的 啊 啊 谢谢大家